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一下2024 終於這個能源議題要出來了 大家的能源政策是什麼呢 侯友宜今天公布了能源政見 如果當選的話 他要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 然後由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一同來研究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是否能夠研議或者是重啟 跟啟用等等的議題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侯友宜、賴清德跟柯文哲 三個人的能源政策 哪一個你最有感呢 好 侯友宜說了 核一到核三研議核四要評估重啟 重點就是要降低燃煤發電拼轉型 好 賴清德說 2025非核加元 然後加速綠能的發展 柯文哲提到發展穩定能源 什麼叫穩定能源呢 沒有說得很明 有沒有關核能 反正他就說穩定能源 好 再來整體電網的改善 好 現在看起來侯友宜是比較直求對決的 直接告訴大家核能的議題 接下來他會來面對 也的確我前幾天看到一則新聞 現在呢在歐洲啊核電廠很多核電廠呢 已經成為歐洲現在最主要的這個電力來源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能源短缺嘛 那再加上俄烏戰爭的關係 所以大家也應該要重新來評估來考量一下 台灣的綠能發展 我們發展不發展的起來 那如果說非核家園 我們得要面臨的是什麼 電價一直在漲 你受得了嗎 以及核能那到底安不安全 我相信這一些都是需要專家再一次的提供新的數據 來告訴大家 大家才能夠安心嘛 並不是把它政治化說說而已 好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那侯友宜今天發表的能源政策 他是提倡以核減煤達到2040無煤臺灣 侯友宜重整步調勤走基層 選情逐漸回溫下繼續公布能源政策 提出減碳四進程 要讓燃煤燃氣逐年退場 逐漸減少燃煤發電 2030我們就被減煤14% 2040年完全停止燃煤發電 台灣就再沒有燃煤發電了 排碳嚴重的 以及造成空污的燃煤 慢慢被期待 從減碳開始侯友宜說 2035年要低碳台灣 乾淨能源一定要拼過半 接著一路到烏煤 最後淨臨台灣 主張環境永續 國家安全 人民健康和永續轉型 侯友宜說他當上總統要這樣做 合一 合二 合三 在我第一個任期裡面 檢查 檢修 安全研議 重新運轉 人員專家 學者拆理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在安全無疑底下 重啟核事 我從來沒有反對核電 我重視的是核安 核安做好 當然可以使用核電啊 侯友宜炮轟民進黨狂喊的 2025非核家園根本做不到 賴仙德卻說2022年台灣綠能發電量超過核能 說2025年不會缺電停電真的是這樣嗎 是他的獎項 是他說的 2025年假如說不改變的話 那核山廠也停掉 2025年肯定會缺電 電數字以太陽 所以必須來一天才有電 晚上就等於沒有 等於贏 蔡政府狂喊廢核 跟世界趨勢逆著走 台灣缺電危機更浮上台面 恐怕連百姓健康跟安全都陷入危機 介紹努力一璇 SNG小組新北報導 好 現在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訪台 他談到了為了要有效的嚇阻台海不發生戰爭 大家要有備戰的覺悟 甚至要做好打仗的覺悟 哇 這一番話真的讓大家 會有一點震驚吧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麻生太郎是這樣說的 他說為了確保區域和平 台灣 日本 美國必須覺醒 要發揮強大的嚇阻能力 並且必須要做好打仗的覺悟 但是侯友宜他認為 他說大家都很擔心 台灣在兵凶戰危底下會面臨戰爭 也憂心台灣是否安全 同時他也提到了 請賴清德不要再自欺欺人 好 首先賴清德說的是什麼 來 這邊我們來看 賴清德說 國民黨T-92共是一個中國原則 只會走入內戰 會帶給台灣更嚴重的戰爭 敢嗎呢 侯友宜直接嗆回去了 賴清德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嗎 在講什麼大家聽不懂 好 那現在尤英龍認為 他說賴清德光談和平保台是不夠的 只談民主繁榮和平 會被誤以為心虛膽怯 不敢正面迎戰 那現在呢 大老神父熊他也提出了他的論點 他直接告訴大家 我覺得侯友宜呢 在最後三個月 直接專攻這兩題就可以了 叫做兩岸跟永續 他說會搞到其他兩個都沒得跑 好 他也提到了什麼叫做永續呢 永續就是年輕人會關心的議題 應該說對我們為現在的年輕人以後會面對到的議題 叫做永續當然就包含了我們剛講的嘛 能源 能源議題就是永續議題 那現在呢 國民黨立委 賴世保還有謝一鳳是認為 麻生是不是對賴清德有一點顧忌 反而比較喜歡侯友宜的路線 讓台海安心 那日本當然也安心了 看起來他對賴清德是有點顧忌的 看起來他當然會比較喜歡侯友宜的路線 特別侯友宜他的路線 兩岸路線幾乎定調跟馬英九路線一樣 他也講出來了 不同 不讀 不誤 就是位置現狀嘛 不要忘了馬英九那時候選舉就是講這六個字 不同 不讀 不武 然後贏了總統大選之後 維持台海的和平 然後現在綠營不斷的扣帽子 說你賣台沒有啊 台灣主權沒有任何問題 中華民國主權站在台灣這個地方站得穩穩的 然後這個所謂邦交國只斷了一個乾杯 那是另外的一個因素 基本上就兩岸就外交修兵 外交戰修兵 然後那時候的台灣 馬英九這個治理的那八年時間 被全世界的媒體說 台海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一宗 他不用一宗的這種框架在那裡 就一宗個表嘛 你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除了你修憲 他就是一宗憲法 這個你逃不掉嘛 但是他用這個來抹紅 說這個會引起戰爭 這個事實會說話嘛 馬英九執政八年 就沒有戰爭了 蔡英文執政七年多 快要打仗了 兵凶戰危 難道不是嗎 這個東西事實生於雄變 賴清德這樣拗 拗不過的啦 我相信從過去賴清德副總統 他所謂台獨工作者的言論 是不是能獲得日本以及美國的認同 認為說他可以維持目前台海穩定的關係 對於未來整體台海的安定 我相信這是所有周邊國家共同關注的事情 到底哪一個政黨 哪一個候選人 最能夠實現所有周邊國家共同的利益 就是維持台海穩定和平 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我相信是周邊國家會共同支持的 好 再來有關於賴清德日前 不是他有接受這個專訪嗎 他就說不接受所謂台獨今孫的標籤 並也認為說台灣政治上只有政治驚童 好 對此立委蔡正元他就直言 賴清德想要卸下台獨今孫的王冠實在太晚了 他的意思是說賴清德多年來去中恨中入中 多年來的台獨活動 好像可以穿過水無痕事情 這麼簡單嗎 好 在中間那一段裡面有提到了 賴清德跟民進黨多年來 這些作為還有這些話術 跟澤倫斯基是毫無兩樣啦 就是靠著虛擬的台灣主權 就可以玩弄台獨話術 問題是如果真的存在有台灣主權這種東西 那美國為什麼不像對待南韓一樣 跟台灣建交 而且在台灣駐軍呢 他說因為台灣主權就是不存在 所以美國建交跟駐軍都做不到 所以這種話術啊 只能夠當作政治無疏騙己騙人的咒語啦 好 右邊的半段呢 蔡正元又提到了 他說賴清德啊 現在呢 為時已晚啦 因為他的活動啊 講話啊 就脫離不了台獨金孫的畫風嘛 之前賴清德啊 他已經變成清德司機 而且呢 自己是渾然不絕 他說這恐怕也會成為台灣的悲劇 好 這是蔡正元臉書上最新的一篇 有關針對著賴清德 想要脫掉台獨金孫的回覆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也被稱之為 共軍三劍客 也是三大王牌之一的殲20 這是隱形戰機 最近呢 頻頻出現在大陸官媒的節目影片當中 那麼央視日前才公開了 殲20發射導彈三秒命中的畫面 現在又有新畫面了 來 上芯片 這是殲20在距離驅逐外機的畫面 近距離驅逐外機 那當時候呢 這是有國外的飛機接近 那兩架殲20起飛 做出了兩面包夾的動作來進行攔截 我們帶您一起來看 前方左五步 左五步 左居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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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官媒公開殲20隱形戰機 最新驅逐外機畫面 當時解放軍發現一架不明身份外機 接近領空 拍出兩架殲20起飛 做出兩面包夾動作進行攔截 並且對敵機發出警告 爭分躲秒 完成驅離任務 十公里 五公里 一公里的時候 馬上就要面臨相撞的時候 外機做出了一個 一種規避的動作 跑了 這次繼大陸日前公開殲20 發射導彈三秒命中目標畫面後 再一次曝光這款王牌戰機的實戰任務 另一方面 華盛頓郵報獨家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局 2020年秋天發現 大陸解放軍駭入日本機密的軍事網路 持續竊取軍事計畫 軍力缺陷評估等資料 時任總統川普和現任拜登政府的 副國安顧問分別飛往東京市井 美國前軍事官員稱狀況非常嚴峻 華郵報導 東京已經採取步驟強化網路安全 但研判仍不足以抵擋北京 駭客攻擊 這可能影響每日情報共享 但日本防衛大臣否認 稱並非事實 至於北韓持續推出新武器 飛彈發展加快速度 外媒發現一個 與北韓政府有關的駭客團隊 去年入侵 俄羅斯主要火箭研發商的 電腦網路 秘密安裝 隱蔽後門程式 數個月後 北韓就宣布 數項彈道飛彈發展 所以無法直接證實 但懷疑兩者之間或有關聯 直診綜合報道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阻隔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倒入媽媽 折扣 成雷 我們也要你們 先摩訪一下 手放在餘心 較能力 是 劍 超